不理政年底将举办12年一度的 齐安清教盛会 这场宗教盛会是地方的大事 也是重要的民俗传统 不过对于许多年幼的孩童而言 这种文化风俗却相当陌生 不理政立图书馆 特别举办一场儿童绘本创作课程 带孩子们画出教坛 祭场等清教必见的场面 也藉由绘本创作 让孩子认识不理齐安清教的 民俗传统和文化 小朋友最爱的米老鼠 也可以称为台湾民俗清教祭典中的贡品 图书馆开办儿童会本创作 借由画作来认识传统的清教记忆 上面画的是旗子 这边画的是捏面人 还有米老鼠 大师爷 大师爷要干嘛 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法力无边重压鬼怪保护大家 布里镇十二年一度齐安清教 年底将盛大登场 这群国小学童从来不曾碰过清教祭典的举办 教场还误以为是寺庙 对众多记忆更是完全陌生 一座库 这是一座庙吗 为什么是庙 为什么会认为它是一座庙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庙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庙 有没有去看过那个教堂 没有 知道什么是座酒吗 不知道 教堂就是拜拜的地方 为什么要有教 在那个埔里的庆典中 教堂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庙 教堂大概长什么样子 然后里面有哪些的历史文化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是教他们画树灯膏 教他们画大视野 再来就是画一些普世的画面 看桌的桌上艺术品 那透过这个制作呢 我们希望就是让孩子能够了解整个 在建教的科医的方面 或者是说故事的部分 能够把它画出来 那能够增加孩子们 所要知道的了解的一些东西 一些知识 图书馆也整理相关图书工 小朋友越南 希望埔里12年一次的齐安清教 也能成为小朋友最佳乡土文化教材 记者王昭胜南投县采访报导